我们开始上课吧 前两节课来给大家讲的数据仓库技术 从数据仓库技术的一些技术性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数据挖掘的一些做法 比如说数据仓库技术总是卸将数据 从不同的数据和那种集成到一起 然后进行分析 然后进行在一起分析处理 这也正是数据挖掘 也正是数据挖掘所遵循的一些模式 也正是数据挖掘所遵循的一些模式 但是数据挖掘呢 我们讲数据挖掘总是在海量数据上进行数据挖掘的 如果数据非常有限 仅仅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数据 那估计你也挖挖掘不出什么东西出来 我们对数据挖掘的定义 总是认为数据挖掘呢 是在海量数据中发泄有趣的模式 或者是知识 那么这个海量数据 这个海量到底有多少大呢 以精确的标准 几个几十个几几百个几这样的数据 都不叫做海量 都不叫做海量 那什么叫做海量的数据呢 至少是几千个几 几万个几 甚至是几十万个几的数据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就是一个TB等级的数据 数据等级 现在我们硬盘呢 当前主流硬盘呢 都达到了一百个G以上 一百个G以上 因此呢 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我们列队的数据量呢 就越来越大 数据挖掘是将多个不同的数据库 是将几个 十几个 甚至几十个不同的数据库当中的数据 不同的数据量当中的数据整合起来 因此它的数据量完全可以达到 完全可以达到TB的等级 也就是说一千个Gb的等级 那面对这么庞大的海量数据 你直接去进行数据挖掘 行不行 理论上是可行的 反正理论上 只要数据在那边 你通过对它不停的访问 不停的计算 你总是能计算出你一些感兴趣的模式 挖掘出一些感兴趣的知识来的 但实际上 这却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像几个TB 几十个TB这样的海量数据 其他部署 你去考虑一下 几个TB几十个TB的数据 每个数据散问一遍 你要花多少时间 一百天 一切天 如果你花个一切天 花个几年才把数据给访问一遍 那你等把这些数据当中的 有效的一些感兴趣的模式 再计算出来 都不知道哪个猴年马月了 所以说 在实际的 在实际的数据挖掘应用当中 直接 将数据完整整合 直接在这些整合的数据上 进行数据挖掘 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因为这将使那个数据挖掘的效率 极大的降低 使得数据挖掘的过程 非常的长 同时呢 这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这些数据 数据挖掘所面对的这些数据 都是你从不同的数据上当中 整合得来的 你难保 这些数据当中 不存在着错误 或者一些批插 或者相互冲突 不一致性 等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数据的来源 都很复杂 你是把它从各个不同的数据库 当中整合过来的 那么 不同的数据库 或者不同的文件 或者不同的数据立方体 当中整合过来的 那么这些数据呢 它可能在数据库当中的时候 就存在错误 这完全可能 比如说 以前给大家举过那个例子 一个列索第二销售的数据库的例子 那销售员完全可能 在输入的时候 出现一些错误 或者说数据 存在数据库当中的时候 由于介质损害 由于介质损坏 比如说硬盘坏了 那有一部分数据丢失了 有一部分数据变形了 也就是说 这些数据当中呢 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数据当中存在错误 存在撇差 存在不为自信 等等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在这些 这种数据上 你进行数据挖掘的话 你就难以保证 你的结果是正确的 哪怕你的确挖出一些知识出来 你的确挖掘出一些 有效的模式 令人感兴趣的模式出来 我们也难以保证 这些令人感兴趣的模式 都是正确的 因为它是基于一个错误的数据 所以呢 在实际的做法当中呢 你不可能说这些数据 整合到一起之后 就直接拿来数据挖掘 说中间还要经过一道工序 这道工序就叫做数据预处理 这节课我们要介绍的 就是数据预处理技术 那这节课我们主要内容呢 包括数据预处理的原因 为什么要进行数据预处理 第二个呢 是数据清理 也就是数据预处理几项 主要技术当中的一项 数据清理 然后接着我们会讲 数据基层和变化 最后讲数据规约 数据预处理呢 当然数据预处理呢 还包含更多的内容 比如说数据理想化 概念分层这些概念 这也是数据预处理当中 很重要一部分 我们将在下节课 专门化一节课的时间 在下节课当中 专门化一节课的时间 来讲数据预处理上化 和概念分层 这节课呢 主要我们就集中在 这些前面三项技术上 这些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要预处理数据 要预处理数据 首先是基于这么一个现实 现实世界当中的数据是肮脏的 数据肮脏的是什么概念 当然不是说这些数据上 拿了细菌或者病毒 所以所谓数据是肮脏的 是因为你所处理的这些数据 已经数据挖掘的时候 所面对的这些 整合于不同数据上的数据呢 它们有可能是不完整的 含造成的 或者是不一致的 不完整的 指的是有些感兴趣的属性 缺少属性值 或者紧包含聚合数据 含造成的 包含错误 或者孤立点 这对一些测量性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所存储的是 一个人的分高 或者说是一个接触物的高度 这种数据 我们知道在测量当中 误差总是不可避免的 误差总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这些数据是总是有偏差的 这就是含造成的 数据当中含造成的一个具体含义 数据不一致性 包括在编码或者命名上存在差异 这个是在数据挖掘当中 这是个很歇实的问题 数据挖掘的数据 总是集合于 整合于不同的数据员 可能整合于数据库 可能整合于文件 或者是整合于数据立方体 等等来源 那么每一个数据员 它可能对数据在度量标准上面 在命名或者编码上面 都有存在的很大的差异 所以你整合起来的时候 因为这些差异 就可能产生数据直接的不一致性 数据挖掘的时候 刚才跟大家讲过 没有高质量的数据 就没有高质量的挖掘结果 因为为什么 我们是在这些海量的数据上 通过不断的计算 通过一些复杂的算法 来挖掘出令人感兴趣的模式 或者是知识 如果这个基础 我们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的基础就是这个 所面对的这些整合的海量数据 如果这个基础就是错误的 那我们不可能从错误的基础当中 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 所以说高质量的决策 也就是说高质量的数据挖掘 必须依赖于高质量的数据 数据仓库需要对高质量的数据 进行一致的集成 进行一致的集成 数据仓库技术 其实是我们数据挖掘当中 前两个节可以跟大家讲了 数据仓库技术是数据挖掘当中的 一项常用的技术 它里面用的很多做法 像数据的集成 数据的集成 就是数据挖掘当中的一个必定的步骤 那么数据的集成当中 刚才跟大家讲的 这个一致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消除这种编码上的差异 命名上的差异 以及度量上等等的差异 使这个数据能够整合起来 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 也就是说数据预处理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怎么样衡量数据的质量 数据的质量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它不像你平常在市场上买菜一样 说某个菜的质量的好坏 你可以一眼就判断出来 你可以从它的程式 你可以从它的那个大小 就判断出它的好坏 因为数据质量 数据的质量是包含有很多方面的内容 数据质量包含有很多方面的内容 所以对数据质量的度量 我们必须采用一个多角度多维度的观点 从不同的角度来度量数据的质量 主要可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个精确度 这些数据多少精确的反映了客观世界 第二 完整度 数据的完整性 是不是你如果一个数据 比如说销售数据拿过来 除了价格之外 除了价格跟品种之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 比如说很多属性都是空缺者的 很多属性都是空缺者的 这种数据在完整性上就有问题 在完整性上就是有问题 我们在对它进行分析 对它进行处理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些数据 有些我们所依赖的值得不到 第三 一致性 数据当相互冲突的数据 我们称它是不一致的 比如说我们一次数据挖掘 整合了几个不同数据库当中 数据内容 其中有一个数据库说 某项产品 某项产品 它的定价 它的定价是10 它可能说是10美金 另外一个数据库当中 另外该产品的定价是一切 它可能说是一切日元 它可能是说一切日元 那这个10跟一切 对同一样产品的定价 它就是一个互相冲突的 是一个互相冲突的描述 所以这个就是数据的一致性问题 合乎时机 什么意思 我们不能用过时的数据 来进行分析 来进行挖掘 来进行决策支持 比如说 你不能用思念切的数据 来预测明年 某一项产品的销售 那我们要做这个预测的话 我们至少也用今年的数据 来预测明年产品的销售 这样会得出比较可行 比较合理的结果 所以这个数据是有时效性的 数据是有时效性的 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根据不同的分析任务 在数据挖掘的时候 根据不同的数据挖掘任务 我们可能需要的是 不同时阶段的 不同时阶段的数据 所以这个数据的时机 是不是合乎时机 也是衡量一个数据质量的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是可信度 因为你数据拿过来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个数据到底是 多少百分比上 它是正式的数据 有可能是因为数据 你不知道这些数据 是不是人家伪造的 或者是跌行的 不能正式的反映 客观世界的数据 还有附加价值 上节课跟大家讲的 数据立方体技术 数据立方体技术 其实里面的那立方体的格 里面那些方体 就已经是对底层的 基本方体的一个汇总 所以这种数据呢 是已经经过处理了 已经经过处理的 当中呢 隐含着 隐含着一些预线的计算 隐含着一些预线的计算 也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价值呢 是以计算量来衡量的话 那么像立方体 数据立方体那种 里面不同层次的方体呢 它就包含着 不同层次的计算量在里面 那它里面呢 也就有不同层次的价值 有不同层次的附加价值 我们如果能够在 那个数据挖掘的时候 有效地利用这些预线的计算 那将会极大的提高 数据挖掘的速度 以及是那个数据挖掘的质量 科法问题 如果数据质量很高 但是你访问不到 那也没用 所以数据可访问性 也是衡量数据质量的一个方面 另外呢 还有一些跟数据本身相关的 跟数据本身相关的一些属性呢 也是数据质量的一个衡量标准 比如说数据内在的价值 这个什么意思 数据 不同的数据代表着现实世界当中 不同的实体或者不同的客观意义 那有些数据呢 可能是非常价值的 比如说可可可乐的配方 你如果写成一个文本文件的话 那那这些数据就 不知道现在这个值多少钱 但不管怎么说 它总比一个连锁地当中一些销售数据 来得值钱一些 那数据呢 它的含义呢 还有是呢 是跟上下文相关的 还跟上下文相关的 另外数据怎么表达 数据怎么表达 数据表达形式 也将会影响到数据本身的价值 在进行数据预处理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 是得到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 得到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 至于数据的那个质量判断 就是用刚才所给的 给大家所介绍几个标准 去判断数据质量 那么为了得到这个高质量的数据集 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 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呢 数据预处理的主要任务 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数据清理 数据集成 数据变广 数据规约 还有数据立场化 数据清理呢 它主要任务就是 把那些切写空缺的值 拼花造成数据 识别删除孤立点 解决不宜自行 数据集成的主要任务 就是集成多个数据库 数据立方体 或文件等等 不同数据员当中的数据 以供以后数据挖掘进行 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 数据变广呢 主要是对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 以及是聚集分析 所谓聚集就是汇总 上节课跟大家讲的 那个数据立方体当中 所提到的汇总 就是一种聚集 数据规约 数据规约是 得到数据集的压缩表示 它小得多 但可以得到相同 或相近的结果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进行数据挖掘的时候 通常所面对的是海量数据 这海量数据呢 无论是访问存储 还是管理 都是相当困难的 直接面对这种海量数据 来进行数据挖掘 那将使数据挖掘的 非常的低效 耗时非常的长 那怎么办呢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使用数据规约技术 数据规约技术呢 是得到一个数据集的压缩表示 这个压缩表示呢 会比原来的体积小得多 但却可以得到相同 或相近的结果 比如说 我们要挖掘一下 去年几个季度 直接销售的别化 某一项产品 在去年几个季度之间销售的别化 那我们呢 有好几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呢 直接是把每一天 那种产品的销售量 甚至是每一分钟 那种产品的销售量的数据 拿来进行分析 能不能分析出来 当然能分析出来 你把那些世界 属于那个 一个季度里面的 每一天的那个销售量 都加在一起 你就能分析出来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 调用 光于 那种产品 销售量的每月汇总 的数据来进行分析 那每月汇总 是不是就比这种每一天的数据 数据量上要小得多 那种汇总数据 汇总出来的数据 按照每个季度来进行分析 是不是得到一样的结果 最后我们只关心的是 每月的销售量 所以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但数据量的表示上面 却小得多 这个就是数据规约技术 它就是通过一些相关的技术 得到数据级的压缩表示 这个压缩表示 比原始数据要小得多 但是在所面对的 在对我们所正在进行的 数据挖掘任务 却可以得到相同 或者是几乎相同的结果 最后数据预处理 还包含一个数据理想化 其实数据理想化 也是数据规约的一部分 也是数据规约的一部分 但数据理想化 却有特殊的重要性 尤其是对数字型的数据来讲 它写得特别的重要 它是通过概念分层 和数据理想化 来规约数据 所以我们将在下次课当中 专门发一些课 来介绍数据理想化 这里有几个图示 这里有几个图示 书上有相应的图 这是对我们所要介绍的 几种数据处理的任务的 一个形象的图示表示 形象的图示表示 其中数据清理 它就是把这个 暗张的数据当中 那些张的东西给除掉 给去除掉 这些张的东西呢 包含着错误的数据 孤立点 噪声等等 还有不一致性 把这些都去除掉之后呢 得到干净的数据呢 就能更好的 进行数据挖掘任务 数据集成 这个图形象的表示呢 就是数据集成是 把各个不同的数据源 把各个不同数据源上的数据 集成到一个 统一的存储空间当中 这样我们通过这个 对这个统一的存储空间的访问 就能完成我们数据挖掘的任务 那这些数据量呢 可能包含数据库 也可能包含的是数据立方体 第二个这个是数据立方体 第三个呢 要么是文件 等等其他数据存储形式 第三个数据变换 所谓数据变换呢 就是把一个 把一个数据呢 是从一个较大的止空间 投影到或者变换到 一个较小的止空间 比如这边所举的这个例子 它就是把我们现在手头上的 这对数据变换到 一个什么样的止空间呢 变换到零到一 零到一 绝对只为零到一之间的数据 那么这样变换之后呢 负二就变成负零点零二 一百呢就变成一 一百就变成一 这样的话呢 通过除以一百 通过把手上的数据除以一百之后呢 就把手上的数据呢 从一个较大的止空间 也就是说 从原来负一百到正一百的空间 投影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呢 投影到一个负一到正一 这么一个空间 数据规约 数据规约呢 就是面对海量数据 你对它进行规约表示 使得你说面对的数据起 使得你说面对的数据起 呢减少 从而呢提高 数据挖掘的有效性跟速度 那面对这几种数据挖掘 当中几种主要主要任务呢 我们就接下去就 拙一的看一下 每一种任务的具体内容 首先我们讲数据清理 数据清理 刚才跟大家介绍过 数据清理的主要任务 是消除数据当中的数据噪声 平滑数据噪声 贴补空缺值 消除不已自行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数据清理当中 所要面对的空缺值 为什么会有空缺值 其实空缺值是非常正常的 你平时在 平常在做那个 做报表 贴数据的时候 你不会把所有的数据都贴上 比如说 你是 你现在是在 假设你是一个 连锁街的销售员 那么你消失的时候 弹出的应用程序 可能那里面有很多 数据铁路的选项 这些选项呢 包括你所销售的 物品的名称 销售的数量 价格 这种是很关键的选项 但他呢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选项 包括顾客的姓名 年龄 以及他的批号 等等 面对这种应用呢 面对这种数据输入呢 像 产品的名称 销售数量 以及价格 这些是必须输的数据 这些数据不输的话 你可能确定 解决没法案 这些数据也输入不到 数据库 但是关于顾客的姓名 信用卡的号码 他的那个销售 购买偏号 等等内容 他只是作为一种 附加的 他只是作为一种 附加的选项 在输的时候 你并不一定会输入 如果那时 那个销售员呢 比较负责 他对这些数据 比较感兴趣 他说不定会去了解一下 客户的情况 顺别把这些数据 给输进去了 但在大部分情况之下 他们 每天的工作都非常繁忙 他们对这种数据输入 并不感兴趣 所以他只输入 必输的字段 而对这些 可选的字段呢 都空在那边 不广 这样的 这样一个行为呢 使得后台的 这个数据库呢 那些表当中呢 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空数据 也就是空缺值 这些空缺值呢 往往这些空缺值 才是数据挖掘专家 最关心的那种 因为数据挖掘专家 他往往想挖掘出来一些 有用的模式 比如说像 哪种类型的顾客 哪种年龄段的顾客 对哪些商品 有着特殊的癖好 这种是我们经常想 从数据挖掘当中 想挖掘出来这种模式 但这种模式 如果没有底层 这些数据的支持 没有底层 对每一笔购买的时候 这个顾客是什么年龄段 性别 等等数据的支持 你根本就挖掘不出 什么东西来 所以说呢 空缺值 是数据挖掘当中 所经常要面对的 一个不得不处理的情况 因此空缺值的原因 相当多 不仅仅是刚才 不仅仅是刚才那个 所介绍的 在输入时 因为有些数据 得不到重视 它没有被输入 它包括其他原因 也会引起数据的空缺值 比如说设备异常 什么意思 我在输入的时候 我在输入的时候 结果 津贴机器坏掉了 津贴机器坏掉 那我进行手工买卖 我就手工买卖 这些数据就不输入了 不输入的话 就会引起那个数据库当中 相应的数据呢 就没有值 然后有些数据呢 是与其他 现有的数据不一致 而被删除 这有可能是 新数据是错的 也有可能是 老数据是错的 但是 当你在数据库当中 为数据一致性 设下各种卸置条件 设下各种卸置条件的时候 当有不一致的数据 数据被输进来的时候 这些新输进来的数据 就会被删除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会出现数据的空缺值 另外一些呢 是因为误解而没有被输入 还有呢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在数据进行改变的时候 没有进行日资记载 日资记载可以保证什么 完整的日资记载 可以使得 对数据的完整恢复 成为可能 大家学过数据库的事物处理吧 事物处理 事物处理呢 就是依赖于日资文件 在背后做支持 对数据库的每一步改变 都在日资文件当中 有着完整的记录 这样的话 你在进行一个事物处理的时候 你万一要回滚 比如说你要撤销 以切除做操作 那么你怎么进行回滚呢 你就去读日资文件 看看日资文件 记载了哪些改变 然后把这些改变都撤销掉 但是日资文件呢 日资文件虽然可以 帮你恢复一切的数据 但是日资文件的使用 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日资文件呢 日资文件的存在 将会降低数据库 整体的运行效率 并且引起额外的资源开销 因为这些日资文件 往往是很大的 你把你所有的改变都 记录到日资文件当中去 日资不断的震荡 你就必须用额外的硬盘 额外的硬盘空间 来放这些日资文件 所以呢 通常在一个商业运行环境当中呢 光里面往往会把日资文件呢 给过时的日资文件给删掉 或者运行的时候呢 它干脆日资文件就不打开 日资文件选项就不打开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有些数据你被误修改了 你被有些数据你被误修改了 你都恢复不回去 你为什么我们没有对这个误修改的一个日资记录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引起空缺子的原因 那面对这么多空缺子 你怎么办呢 你总不能说我空缺子 一些算法当中需要用到关键子 如果发现它是空缺子的话 这个算法完全可能就由此崩溃掉 或者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 所以对空缺子呢 我们要经过推断来进行补上 经过推断进行补上 那怎么补呢 关于怎么补 有很多种选择 第一种呢 干脆把整个原主都忽略掉 整个属性都忽略掉 或者说 或者说整行都忽略掉 这往往对空缺子比较多的时候 空缺子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就往往会参与这种做法 比如说一行记录 一行记录它有十个属性 结果出了第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序号 表示这个记录排在第几位 除了第一个属性之外 其他属性都没有值 这种记录对我们的数据分析毫无益处 我们不能从里面挖掘出任何结果 所以对这种空缺的 缺少空缺的那个值 对这种空缺的值比较多的记录呢 我们完全有可能 完全就可以把整条记录都给忽略掉 但是当每个属性缺少的 缺少值的百分比变化很大 它的效果就很差 为什么 还是刚才拿个例子 如果有 如果有些属性的是缺少五个值 有些属性缺少九个值 有些属性缺少八个 缺少三个 缺少两个 那哪个标准 缺少几个你可以把它忽略 缺少几个你可以把它忽略 其实 面对这种变化这么大 空缺值变化百分比变化这么大的数据 你无论选取 缺少几个把它忽略的标准 你得到的数据 你得到的算法 都不会进去到哪里去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要采取其他方法 来处理空缺值 因为这样的话 忽略缺主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第二种做法 往往是最有效的做法 至少在精确值上 在最精确的做法 就能工铁铁空缺值 刚才我们所提到那个例子 你所调的例子 你可能在销售的时候 一些产品的价格忘了铁了 或者说 一些产品的销售数量忘了铁了 那当然最有效的方法是把 当时那个销售员叫过来 让他把这些数据都补上 让他把这些数据都补上 但是在实际的数据挖掘过程当中 这个做法不一定行得通 为什么呢 我们数据挖掘 面对的是含量数据 那空缺的数据 有可能不是一行 而是一百万行 或者是一千万行 怎么办 你还找人工来进行补 假设一个人一天可以补一切函的话 那一千万行你要补多少钱 补三十年 这显然不是 这显然是不可行的一个做法 行不通的 所以人工铁铁空缺值呢 他就存在着这么一个缺点 工作量大 实际可行性非常低 那下面一种选择 对空缺值的处理选择呢 可以用一个全区别量 贴从空缺值 比如说是 unknown 或者是minus infinity 就是负物重大 用负物重大 或者是 unknown 这种一个标志当前这个空缺值属性的数据来贴入空缺值当中去 这种做法呢 往往是非常高效的 因为用机器来做 哪怕是你一切万行 我一个小时也可以把它贴好 叫机器的运送量足够 但是在很多场合之下 这种做法也不可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数据挖掘呢 总是根据某些程序去进行挖掘 不可能人工进行去挖掘 那些程序呢 肯定是基于一些特定的算法 这些算法呢 假设了这些算法 假设了这个数据呢 可能是等于某个值 比如说是假设这个数据的值 可能是等于1到100 直接的一个数字值 一个数字值 或者说呢 它是一个文本值 它是一个文本制服床 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数值等等 它是做这么一种假设的 但这种假设的时候 它突然直接跑出一个暗难 或者是出现一个负物重大 你的算法根本就不认识 这是什么东西 那它完全可能说 给你报回一个错误之后 它就不干了 或者说整个算法就是崩溃掉 所以说呢 实际运行当中 这种做法 效果也不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值 使它使这个值 这个空缺值的铁补 尽量的合理化呢 以下三种效果 以下三种做法呢 都比前面这种做法要有效 一种呢 是使用熟悉的平均值 铁充空缺值 比如说一个 一个购买数据 对那个销售店的购买数据 它可能说顾客的年龄 顾客年龄很多 有着很多空缺值 很多条购买记录当中的 顾客都没有年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就可以把所有顾客的平均年龄 贴进去 所以顾客平均年龄贴进去 因为顾客的平均年龄呢 肯定是 平均年龄呢 对这个空缺值肯定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同时呢 它还能让所有的 它还能让所有的那个数据挖掘算法 继续的工作下去 不会说因为引起 数据类型的不接融性 来使算法异常的中置 那这种做法呢 以撇盖全 以撇盖全 使得挖出来的结果呢 并不一定很有参考性 所以呢 有一种 在这种算法的基础上呢 你还可以做什么 你还可以使用于给电源主 所同一类的所有样本的平均值 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我不用所有顾客的平均年龄 我用哪群顾客的平均年龄 来进行填补呢 我用具有相同性欲等级的 比如说我把这些顾客 我把这些顾客进行 按性欲等级进行分级 分为五级 优质顾客 良好顾客 一般顾客 然后是劣质顾客 然后是级劣质顾客 分为同一对 分为这个五个等级 那么我在贴补的时候 我对所有优质顾客 他的年龄的空缺值呢 我就使用优质顾客的 年龄的平均值呢 进行补上 这样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呢 就更具有参考意义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在理论上的说 使用最可能的值 铁虫空缺值 这种最可能的值 铁虫空缺值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基于一些数学算法 比如说呢 像是用贝尔逊公司 或者是判定数 这种去推断的方法 根据现有的数据 构建相应的模型 来推断这些空缺值 最可能的值 用这些最可能的值呢 来铁虫空缺值 这个呢 理论上探讨都是非常可惜的 但是实际做起来呢 就会相应的复杂一些 数据清理 主要面对的第二个任务呢 就是处理噪声数据 什么是噪声数据 噪声呢 就是一个测量变量中的随机错误 和撇差 我们知道通过学物理学 我们都知道 在测量当中 误差是不可避免的 误差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说呢 一些测量数据 一些测量变量 比如说 一个人的高度 这是一个测量变量吧 比如说一个 某种物品的重量 这也是一个测量数量 无论你采用多么精密的 一切去测量 误差总是不可避免的 那相应的数据呢 相应的数据当中呢 也就存在着一定的误差 也就存在着一定误差 同时呢 在测量当中呢 还有人工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呢 人总是会放错误的 所以有时候数据呢 你就弄错了 这种在测量变量当中的 随机错误 或者是偏差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数据当中的噪声 噪声的原因 也就是说引起不正确的 属性值的原因呢 主要包括一下几类 第一类呢 是数据收集工具的问题 刚才跟大家说的 像测量 测量值当中 这些所说到的 测量工具的问题 可能测量工具用得不够精确 使得误差呢 比较大 第二种呢 是数据输入错误 这种是往往是能为原因 输错了一个数据 小数点点错了 第三种呢 是数据传输错误 数据呢 有可能是在网络当中传输 那我们知道 有些在网络当中传输的时候呢 如果网络协议 它是采取 比如说它 不采取那个TCPIP TCPIP我们知道 它是一种 有校正 有校正机制在里面的 它采用UDPIP的 这种技术来传的话 那数据有时候就会 发生一些错误 而没被检测出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数据传输的过程当中 也可能存在 也可能存在错误 另外 另外呢 技术卸置 以及命名规则的不一致 都会引起 属性质的不争取 比如说 你要把几个 几个 不同数据库当中 关于 商品的数据 都整合到一起 那某个商品 某个商品 比如说是 一个包 它在第一个数据库当中 它可能是十个美金 那它记载的数字就是十 第二个包 在第二个数据库当中 它可能是100人民币 它记载的数字就是100 那在第三个数据库当中 它可能记载是一切日元 那它记载数字就是一切 那这种命名规则 或使用的衡量单位的不一致 就使得 具体的数据 直接 具体的数据 直接 有着一个差异 有着一个差异 这种差异 如果在整合的时候 得不到正确的处理 它就会引起 属性质的不正确 从而造成 数据造成 其他需要处理的 需要数据处理的问题 还包括重复的记录 重复的记录会引起农余 比如说 就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你一个记录 商品信息的数据库 同一个商品 你画了好 不是一条数据去记录 不是一条记录去描述它 你画两条三条去描述它 那么第二条第三条 就是农余数据 不完整的数据 和不一致的数据 也需要数据清理 在过程当中 来进行相应的修正 造成数据怎么处理呢 通常对造成数据的处理 我们是有以下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进行分箱处理 第二种方法是进行序内处理 第三种方法是计算机和人工 且插箱结合 还有第四种是使用回归模型 来处理造成数据 分箱处理 它首先是将数据进行排列 并且把它们分到等生的箱 所以等生的箱就是能融放相等个数的数据的箱子里面 比如说我们有15个数据的话 我们把它分成五份 我们把它分成五份 那么每一份 也就是说每个箱子当中的放三个 这个就成为等生的箱子 然后把它分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照箱子的平均值来平滑 或者是按照箱子的中值来平滑 或者是按箱子的别介质来平滑 什么意思 就是每个箱子当中的数据 每个箱子当中的数据 可能相互之间差异很大 相互之间差异很大 那种大的差异 往往就隐含着数据当中的造成 隐含着数据当中造成 因为同一类数据 我们认为它可能有相似性 不应该差异那么大 那现在把它们分箱之后 发现这些数据的差异很大 那我们如何平滑这种大的差异 也就造成了 那我们可以采用 采用那个箱子的平均值来进行平滑 也就是说每个箱子当中 三个数据的平均值 来代替每一个数据值 或者是按照箱中的第二个数据的值 也就是说按箱中值来平滑数据 或者是按箱的别介质来平滑数据 使得各个数据之间的差异缩小 各个数据之间的差异缩小 从而达到平滑造成的目的 第二类 矩类分析 我们按照数据的一些属性特点 把它们矩成一个个类别 矩类分析往往可以发现 往往可以发现一些孤立点 因为把数据划分为类之后 那些不属于任何类的数据 就给孤立出来了 这种数据就成为孤立点 孤立点往往是代表着数据当中一些错误的值 比如说是输入错误 或者数据本身错误 发现孤立点之后就可以把它去除掉 另外计算机还和能工检查相结合 也可以消除数据造成 而且这往往是在效果上是比较理想的 在效果上比较理想的 计算机可以解测出通过上面的那种分析 比如说剧内分析把这些可疑数据 比如像孤立点给找出来 然后对这些孤立点在进行能工判断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孤立点 是输入错误小数据点出了 本身数据就存在着错误 然后对它们进行能工判断 它的缺点是因为有人工干预之后 不可避免的一些阻光性的因素在里面 而且能工干预之后往往这工作量都比较大 最后使用回归分析模型 使用回归分析模型 让数据来适应回归函数 通过一个回归函数来平滑数据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图例 通过几个例子来解释一下 这是数据的造成消除当中 所经常用到的几种方法 第一种是数据平滑的分析方法 这个例子书上有 应该是书上的 第七十三页 图3-2这个方法 它这个分析方法怎么操作呢 分析方法第一步 我们要把我们所要分析的这些数据进行排序 从小到大进行排序 那么这边有一群数据 这群数据是某种商品的价格 它的个数价格分别是4美元 8美元 15美元 21美元 等等 那我们能把这些数据呢 从小到大进行排序 你就得到这个结果 48 25 21 等等这个排序结果 那这边呢 一共有9个数据 9个数据 第二步 分析方法第二步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放入等生的箱子中 放入等生的箱子中 那这就意味着 把数据平均的划分为几部分 把数据平均的划分为几部分 每一部分当中呢 都包含有相同个数的值 在我们这个例子当中呢 我们就是把数据划分为三个部分 把数据划分为三个部分 每个部分当中呢 放三个值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把数据呢 放到箱子一 放了三个数据 箱子二 箱子三 各方三个数据 那 大家看一看 像箱子一当中 这个数据 4815 同样一种商品 同样一种商品 4815 差别这么大 用一条曲线来描述的话 这曲线波动就很大 这曲线波动就很大 那这种大的波动 非常阶瑞的波动的曲线呢 往往就代表这种数据上的噪声 怎么平滑这种噪声呢 下面用两种技术都可以用来平滑这种噪声 第一种 用该箱的平均值来平滑 这样的话呢 这种波动 至少在本箱子内的这种波动就变成一条平线了 就变成一条平线了 第二种呢 就是用箱的别界子来平滑 我们这个例子当中所用的呢 是用箱子的左边界 是用箱子的左边界来平滑这个值 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是曲线呢 也可以是这个价格曲线呢 不必说上下创的这么像上下差别这么厉害 所以这种用箱子的平均值 或者是用箱子的别界的平滑呢 平滑两种不同的平滑方式呢 都有利于使这个价格曲线 都有利于使这个价格曲线 相互的这种剧烈的波动得到解放 也就是说呢 平滑数据当中的噪声 剧类分析 剧类呢 我们是把数据呢 根据某种特点 把数据呢 根据某种特点呢 把它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把它划分为不同类别 在所图示当中的这个剧类呢 它就是 根据这个加号所标所标示的呢 就是剧类所剧类的中心 剧类中心 我们呢 根据数据呢 离这个中心的距离来判断 这个数据 是不是属于某一种类别 是不是属于某一种类别 那这样进行剧类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 三个中心呢 就得到了三个大的类别 三个大的类别 这个这种类别当中呢 是根据离某个数据 离这个中心的距离 当然它有可能不是像图当中 这个距离呢 有可能不是像图当中 所适中二维的距离 它有可能是三维的 或者四维五维的 那四维五维的距离计算呢 就跟相应的处理方式有关了 那得到剧类分析之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一些 相应的估立点 不属于任何类别的 一些数据 不属于任何剧类的数据 这些估立点呢 往往就代表着 数据输入的时候的一些错误 比如说像这种 先右下角这个很明显就是 说不定就是小数据点错了 使得它远远的偏离于政治值 这样进行估立点分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发泄 发泄什么呢 发泄一些错误的数据 另外一个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呢 因为数据的分布 总是一定的规律的 像图上的这个数据分布呢 它就符合这个y等于x加1 这个线性函数的规律 线性函数的规律 绝大部分数据 都是符合这个规律的 但是我们在中间呢 也观察到某个数据 某个数据呢 它远远的偏离了 这个回归 回归函数的这个曲线 也就是这条线性回归的话 是它是一条直线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植物 远远的偏离了这条直线 那如果采用回归分析模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模型的 调整这个数据 把它调整到哪里 调整到这条线上了 把它调整到这条线上了 这样的话呢 这个数据进行调整过之后呢 这数据就 更加的符合 这个线性分布规律 更加符合这个线性分布规律 也就是说 这个噪声 这个噪声得到了抑制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